各位企友大家好 我是嘉鴻 今天來到野狐三段來進行對局 這班期我是拿白的 今天一樣為了對局比較平衡一點 所以一樣會是在佈局階段去虛守兩次 一開始他在左邊做一個開拆 我可能就往這邊掛好了 高掛一個 他這時候正常可能會夾攻過來之類的 當然現在這個二間高甲什麼的 其實比較少人在下 但是當然也行吧 他用頂的 頂這個確實很少見 頂這個我可能就立下我的長頭上吧 長頭上他可能 稍微擺一下 長這個的話他可能就把我們立下 這樣他在下面取得比較多實地 然後我看要飛過來還是怎麼樣 繼續擋 繼續擋應該也是可以 那如果立下的話他可能就搬完連搬什麼的 就主要是經營頭上這邊 這期我立下好了 唉唷他是跳下 跳下的話那我再跳一個 他主要就是撈取腳控啊 他主要就是撈取腳控啊 靠一個 靠一個 這我搬的話被他斷好像不太行 搬被他一段應該不太好 我就長好了 繼續貼喔 繼續貼 這個搬這個我如果被他搬過來應該是還好 但我長這部本身也不小 因為有飛下來的力 我可能還是再多長一個好了 他如果再貼我就不理了 其實我剛這部起拖線也是可以啦 我就簡單拆一下也是可以 但我想說多長一個後續有飛下來 可以把他這邊切斷 還是就再硬了一個 現在看他走什麼 他可能也在考慮這邊要不要繼續貼喔 我自己覺得黑棋再貼好像 價值也不算特別大吧 要我下的話可能就破線了 這邊第一個 限制白棋這排牆壁的發展 對方這一手棋考慮的比較久 稍微看一下對方戰績 好快升段了是不是 好其實也還好 差四盤 戰績還算可以 就是一個普通的3D 好那這時候他繼續貼 那我其實也可以拆邊了 但我現在想要來做虛手 來佈局階段虛手兩次 喔他拆過來 非常好的一個懸點 就是 壓迫我這一塊 但是他也不要夾得太近 如果太近的話 可能被我反夾什麼的 他走這個的話 我可能跟著拆一步好了 靠一下 靠我搬吧 挖一個引戰也是可以考慮 挖一個引戰怎麼樣 好 挖 挖不見得便宜 他有可能會簡單棄掉之類的 看一下挖的話 他如果說打完接住 然後我這邊要吃 如果說打的話 譬如說他就這樣頭上貼 貼完再拆 這樣子我反而幫他這邊加厚 然後我這個 即便有空陰體 但是兩個 特別厚的東西撞在一起 好像也不太好 所以他靠一個 好像是還下了還挺好的 我可能搬好了 接下來他譬如說就虎下去 我好像也不見得好 但我剛拆這步應該也是必須得下 不然的話 如果再被他逼過來 這個後勢要變保齊 反而被抓起來攻 那也不太好 剛拆一個應該也是必須的 然後他靠的話就是 雖然是因為他看你比較厚 所以他再繼續靠一靠去做利用 下來是還可以 那他現在的話 應該說就簡單虎下去就好 如果說長的話呢 被我往這邊長過去 如果他現在去 他現在如果長這個 我要被我長一下 那反而留一個衝斷的 一些魚味 反而沒什麼必要 他這邊斷舞就從下面打 所以 這樣他中間三顆反而被割開來 不見得有必要 所以想說他可能就虎下去就夠了 不過他這時候也是考慮的比較久 不知道他在思想 思考什麼東西 喔最終還是虎下去了 呦下的還是 還是不錯的 那我這個棋就有點 有點需要考慮了 我這棋如果說接住的話 就是說接住有沒有一手起價值的問題 本身木數當然是不大 但是接完之後 他後續這邊有一些打入 就讓他四顆子比較 比較薄一點 後續打入之類的 還比較有可能把他這邊 再做個攻擊 如果不走的話他往這邊斷 其實 也挺討厭的 我可能再接一下好了 然後他這邊如果要補 可能就遞個角 遞個角也是特別大 但這樣裏 這邊還是留一些被我掛進去的一些魚味 喔他右下點角 右下點角 右下點角的話 擋這邊好了 擋完長 喔還有第二手 虛一手沒下 還得再虛一次 好現在虛 哇這棋前面被他撈了不少實地耶 這樣我後面要追起來感覺會 蠻累的耶 右下角左上角他都撈好多 然後這邊又有一塊 我現在實地應該是 大幅的落後 沒辦法了 只好先打進來了 這棋不可能跟他慢慢鋪地板 只能先打了 打進來佔了再說啦 搬 啊他靠我當然要搬 他剛是不是飛會好一點啊 這比較有連起來 可以把這邊做個結印 有連上會好一點 他長 那我可能脫好了 脫沾 然後他接住我再把這邊貼起來 貼起來跟他站喔 看他四顆要怎麼跑 喔先跳過來 那這樣子我至少先把這塊出頭嘛 跳一個 跳還是長 長可能好一點 看形狀還不錯 而且留一個充斷 他現在這邊還得補個斷啊 否則我要馬上充斷了 喔不過這個棋 我好像是不是也 攻不太出什麼東西啊 因為他這個 好像最俗的 就兼完再 倒虎回去 他其實局部也可以火 所以我真說要攻擊的話 也不是說有那麼好攻 欸馬上就來 馬上就來是怎樣 我們可能在這邊利用一下 沖完 這邊是有先手啦 但是好像利用起來不見得便宜 還是我就點這個 點他會不會反貼啊 點被他反貼好像還不便宜 他只能接住 他先刺掉確保完全是火棋 對方好像下的還是挺不錯的 今天這棋大概累了 我現在點過來好了 他現在不太可能反貼啊 我這個直接反衝斷 他應該不太行 哎呦 反點出來 這一首棋 會不會是一個做死的開始啊 這個我就貼下去 這我就貼下去他有成算嗎 我覺得 有點怪 還是他本來想拖啊 按錯了 不知道 還是他就想點 剛剛他普通還是雙會比較正常吧 還是他雙怕被我立下去 現在板 這我就強行阻度啊 感覺他腳上 腳上是能火啊 這邊夾一個再火回去就火了 但是這樣被我 白白割開了他沒什麼便宜的吧 還是他就想這麼操作 他就想要 外面先走點子力出來 然後裡面再火起 我先阻度 阻度好了 這主度還是有後保的一個 一個必要 這樣裡面得活一手棋 或者活之前 要不要就兩個 或者這邊貼一下 這邊貼一下 應該是可以 利用一下 這邊貼 我如果點他搬這個 喔 對我氣不夠 我不可能點進去 他現在外面可以利用一下 看他要不要走 喔 他沒走 他是雙一個救回去 救回去他 他等於外面沒拆了 這樣我這邊就可以補一下 8 7 6 5 4 把他這邊連回去 然後 腳上他倒虎一個 我有騎嗎 點都讓他虎這邊 欸等一下他腳上沒活的樣子 他腳上根本不是火起啊 我一開始就看錯了 那倒虎然後我立下 他坐眼 我擠進去 他其實就沒活 哇 那這棋他有點冤啊 我本來也以為是活起 但是 確實是死棋 確實是死棋啊 我再點進去再爬回來 他好像不活 好啦 放你一馬好了 我補這個好了 放他一馬 繼續讓 其實本來就是為了要對局比較平衡一點嘛 對不對 重點不是在殺爆對方 哇但是他現在又爬一個 這我就真的想要問他一下了 這個點進去 點進去的話 然後我現在一拉回來他這邊是可以度過 但我可以往這邊搬一下 不然他如果要補回去 那我這邊就有一些便宜 8 7 6 5 4 3 好 足個度好了 他現在補回去 我這邊捅過來他這塊 眼位會少一點 唉唷 爬一個 爬一個應該也不如單補回去啊 因為我這樣子可以藏過來 藏過來他等於說又浪費一手棋 等於說 我搬然後他擋回去 假設他一開始擋回去的話 然後我等於 藏這個時候他往這邊一爬 那這步爬當然是有問題 6 因為等於 又多虛了一手 因為我這邊是沒有連接問題 我這邊 兩邊都可以過嘛 所以沒有連接問題 就剛剛講的是說呢 我一開始搬他其實就應該補回去了吧 他現在補 然後我 我往這邊長去破他眼位也是一手棋 他等於說他往這邊又多爬了一個 那這步棋當然是沒有必要 8 7 他現在斷掉我就度過就好了 沒有什麼毛病 好那現在等於外面要開戰了 但這個怎麼看應該都是我不錯吧 這個戰鬥我肯定是不錯 先爬一個 他退回那我們就 中間這邊先欺凌他一下 擠一個 擠一個其實他就比較慘了 如果他現在還要 然後我頭上吹過來 齊行還是太差了 貼我板過來 喔反點過來 這我如果衝的話被他斷下去 8 其實應該 不太 不太確定 我還是黏住好了 反正我這邊隨時衝一個可以回家 他又貼過來 這邊我如果被他斷完連斷 好像還是有點痛 這邊要連斷還是稍微痛一點 再硬一個會不會太軟弱 恩 應該是還好 反正 看起來是還好 我就再退一個 畢竟他中間形狀還是蠻差的 他現在這邊 尖一個應該還是有一手棋 價值 不走到這我點過來 哇還真的敢給我拖先喔 拖先有點過分吧 這邊也不收拾了一下 反正想要往這附近走 整理一下眼型應該是必要的 3 2 這邊走過來好了 下一步就可能要斷了 再不補的話 靠一個那我扳吧 直接斷上來 直接斷了 那我可以藏一下 那我可以藏一下 藏一下也是可以 這奇形還是不好處理喔 他剛剛還是應該再補一下 接住 接住 我應該外面藏一下 他這邊是不是 出來的話也比較不舒服一點 或者我尖一個 還是藏好了 這樣他中間其實也沒有眼位 就是後手一眼阿 貼回去後手一眼之類的 靠一個 靠一個其實 我可能就挖打 但這樣我如果再衝的話 這邊有個增值問題 所以 中間繼續貼好了 反正我們就接著攻擊 然後中間其實也長出一些潛力阿 不過我現在要比較擔心阿 這邊會不會給我連根 沾出來 現在必須得擔心這個問題 現在應該是還好 他如果要接的話我這邊 先 提完虎過來 他應該是 氣不夠 但我現在就必須得補 否則 接出來我可能整條大龍還得 做火 而且好像還做不火 所以我現在得補 9 8 7 把他這邊吃回去 哇這還敢搬阿 不怕我斷嗎 9 8 8 7 這我斷一個他應該不太好收藏 他長 長我就補好中間這邊 這樣裡面要怎麼活阿 好像還是 不太好活 他這邊有沒有眼 擠一下先手拖一個 拖完立下 拖完立下這邊有後手一眼 那中間也是後手一眼 3 那這樣的話他這邊要做活應該就比較困難一點了 7 6 再衝回來 他是騎 有點欠缺考慮的感覺 都好像都秒下的 反打一下 如果比較想要進步的話 如果比較想要進步的話 可能還是多思考一下會比較好 多思考一點再去出手 他前面不是有好幾手就想比較久 怎麼感覺他後面就下的比較隨便了 3 2 現在又花時間思考 那為什麼不在 整個爆掉之前好好思考 現在才要 去想 其實他現在開始長考好像也有點來不及了 因為裡面已經 不好走了 看起來裡面已經不好活了 我中間就把它貼出來 這一排肯定 肯定是不太會死阿 裡面繼續打 其實也都沒什麼眼味 貼住 他這個接是有個先手 所以我就不打他了 接住 中間我這邊也 不太可能死吧 當然如果要殺他的話 他可能還是會掙扎蠻多的 但是 感覺黑騎還是蠻危險的 靠過來 那我這邊有一個被反衝的問題 那我補之前 斑一下應該是可以 稍微便宜一下 反衝我可以吃嘛 然後他虎的話我們再補回去 補在這應該是好一點 比較厚實一點 離這邊 比較好連回去 斷過來 9 8 7 6 接一下時間好了 提一下 斷過來的話我這邊藏不了 藏好像被他藏過去 我這邊鋪 因為我剛好不入氣 欸 所以我剛剛這首會不會有點沒必要 我是不是應該接這裡 讓這邊可以藏 讓這邊可以藏 3 2 我剛剛這首好像下不太好 我應該接這邊了 他這樣斷的話我還可以藏一下 欸他沒有提掉 他可能提掉應該還是厚一點吧 沒提的話 9 8 有一些貼的味道 當然我也是貼不到了 4 跳一下 好那這樣他長跟提應該是差不多 因為反正我太可能 不太可能去貼這個 貼反而被他斷了 就不行 那我跳過來的目的是想要 中間有眼位 然後這邊有一個可以煎完衝下去的東西 啊 斷上來是什麼意思啊 斷上來是不是有點送啊 好像有點送啊 像我這邊雙先手 其實我 可以連回去 但我應該還是接比較好 厚實一點 我剛剛是不是搭下來也可以啊 提多好雙 不過好像不太好 剛剛講那個好像味道有點臭 現在他走這個 在靠是怎麼樣 9 8 7 6 5 4 3 2 就貼過來好了 其實我剛剛好像尖會比較減名 不過尖他還是要靠一下 嗯 反正這棋其實我左下 怎麼樣應該也沒什麼差 反正我就是把這塊做我就OK 我這塊應該深入還是很明顯的吧 就是 這邊擠一擠衝一衝 這邊馬上要挖打下來 然後這邊有衝出去 其實他要殺應該還是太困難了 然後包包這邊有一些問題 9 8 7 6 他要殺應該還是太困難了 4 接住讓我們這邊擠出去喔 反正左下角爆身怎麼樣我已經不管了 我重點是這塊能撈 能溜出去的話等於他這邊全死 走這個 那這樣中間跑出來 跑兩下再照住 跑兩下就照住 應該就很減名了 這樣應該就確定抓到他這邊了 然後左下角當然是死光 搬一下就死光 但反正也沒差 因為他這邊也被吃了 再衝這就沒有用了 反正因為氣景嘛 這局棋其實對方前面還是下的不錯 但是 右上角他這個反點出來 開始的一個戰鬥就出現問題了 那現在 走到後來是中間這邊 沒有顧慮到本身 本身保衛的問題 所以 就好像走死了 那走死的話應該就沒什麼機會了 現在其實我左下可以去活一手 但是應該也沒什麼必要 我把這個給 給全部補住 那左下死不死 就沒差了 反正 他這邊都死光了嘛 他還不補左下角 還是他不知道這邊死掉了 應該是知道了 只是 還是想收收關吧 是不是 這邊尖也還是很大 這個檔下 後續有夾進來 還是非常大 現在才來走 但是已經來不及了 立下 右邊確實是有一隻眼 因為這邊有團的先手 再補一手棋 反正這手棋其實本身也有價值 否則被他擠過來 我裡面得補回去 接住 接住 但既然他都在右邊走了 所以 我們還是稍微補一下好了 所以有時候對局的時候可以穩一點 還是 盡量把他穩住 9 8 7 6 5 對方還繼續收 這期應該比較勝負底定了 那我們就先暫停好了 等一下復盤再跟大家來回顧一下 好 那麼接著回顧一下剛剛的對局 那一開始的佈局當中呢 他在左上是選擇了這個 腥味頂的 比較古早的定時 那這期呢 AI是說我下力應該是會比較好一點 那這個也像我剛剛對局時所想的 我如果立下他應該是要搬頭上 然後就 經營比較 經營中腹或者經營左邊這樣會好一點 那這個他除了單場 不知道有沒有可能連搬過來 我個人是覺得 好像也還行吧 他 白旗可能就打完退什麼的 然後 黑旗貼 這樣不知道是不是規模會大一點 那AI的想法就是覺得 用退的 那 這樣子左邊的實地撈的比較實在 這樣應該也可以 應該是退好一點 那這邊白旗如果繼續貼的話 應該會比較損控一下 這如果再貼 他效率蠻高的 所以 不要多貼了 這時候 這時候就拆了 現在就拆過來應該好一點 所以我立下的時候 他這個跳下應該就比較不好一點 畢竟這個現在 這個二路飛進去 很明顯沒有那麼大 這就是一個大關子而已 他現在立下的話 中間被我一跳 那黑旗左邊的規模就小掉了 應該 比較虧 這樣就只能四路為控 剛剛如果頭上有搬過來的話 至少是圍在五路的位置 明顯是更好 那現在這起的話 其實我 現在是該白下的話 那白旗其實 拖一個明顯是 拖一個明顯是正常的 那 啊不是 拆一個明顯是正常的 那當然我實戰的時候 這時候來拖先 那這裡的話 我當然實戰講說 覺得還是拆一個比較好 就讓這塊比較根據地 不然的話 那這個 被黑旗拆過來 是覺得會比較薄 但是AI是不這麼認為啊 可能 畢竟AI的自顧能力還是比較好吧 像這種騎 他覺得 其實白旗 眼位還是很豐富啊 那下面擋啊 或者是 頭也都還在外面 那邊這附近跳一跳 也都有許多先手 其實 白旗不見得需要擔心啊 所以 可能應該 去走更實惠一點地方 畢竟這個 這個拆的話 那下面其實還是 他爬過來 還是有漏風的東西 所以 不太好 在我搬的時候 我當時實戰講說 他這個虎箱應該好一點 不然 長的話 被白旗這一這個 山路 長過去 會覺得 不太舒服 不好擋 因為擋的話 這邊留一個衝段 但沒想到啊 這邊AI推薦的是長 然後長完之後呢 被白旗 走過來啊 黑旗居然就拖先了 那這邊就留讓白旗衝啊 所以這其實 也不好操作啊 我個人覺得 不好操作 這個黑旗 被衝的話 其實七星還是有點潰散 所以 這邊我是覺得 黑旗實戰這個虎箱 是沒有什麼問題 那這邊白旗說要接 也是必須接 在右下當中呢 我是走到這邊又拖先了一手 又虛了一手 然後黑旗打完虎 不過可能還是打完立下 會多見一點了 立下對死地的拿捏 或者是說 對將來白旗如果要發展這邊 譬如說 將來白旗想要發展 但是這黑旗一打過來 哇 那白旗肯定是攻不到 一來這邊要渡過 那二來這邊要跳中間 所以白旗基本攻不到 那就變成說 這個立下對 白旗想要發展右邊的話 阻礙是蠻大的 所以黑旗應該立下會好一點 再來我去打路上面 那我當然實戰有講 黑旗可能用飛的 用飛的話 這個旗性連接性會好一點 那這邊AF給的變化是 白旗靠出的話 那黑旗可以搬完再 連回 那這樣子就是走一個 算是棄子 棄子的路線 黑旗吃到這邊 但是把這邊給棄掉 各有所得 不過這個拐回之前 應該可以斷打一下吧 斷打完再吃 白旗 黑旗有一個貼過來的旗 貼白旗不能藏了 這邊被挖死了 那我要走到這邊 兩隻被打死 所以好像 黑旗 欸 對啊 黑旗這個可以打完一下再走回去 那白旗也不可能敲掉吧 敲掉又渡不過了 或者是 白旗要怎麼樣 用尖的是不是 也不行啊 這衝完立下 攻殺器是不夠 所以這樣子白旗 好像不太好 中間如果被斷一下 不太舒服 所以 黑旗如果飛這個 白旗應該不見得好處理 白旗應該不會立刻靠出吧 有可能就靠一個 轉進角裡吧 就讓黑旗這邊一層 比較 類似乾皮的感覺 轉進角裡 靠或者點角 點角黑旗應該便宜了 他如果這麼下的話 搬這個 所以可能用靠完斷什麼的東西 也有可能白旗會轉進角裡 或者這邊走一點質疑之後 再靠出來 反正他如果這麼立刻走的話 黑旗應該不怕 那黑旗實在這個靠的話 就變成讓白旗留一個 貼出的旗 當然黑旗這時候其實還是可以搬 應該黑旗還是要搬比較好 那這邊 白旗如果繼續貼出的話 黑旗也可以考慮就這麼走 那他的意思就是說 其實裡面還是留一個火旗 白旗雖然這樣下 但是 黑旗就先發展右邊 然後這裡面還是留這個味道 那白旗應該是近吃不了 因為 其實 好像局部就是火旗 立下好像虎這邊 然後立左邊當然就虎右邊 然後白旗自己也有這個斷點 所以 這接完 倒虎回去其實局部還是可以活 所以 黑旗應該頭上先搬過來 然後先發展右邊 再來後續戰鬥過程 他在右邊這個點出來應該是有問題 從這附近開始 白旗勝率就漲上來 不然前面都一直在 0%這邊爬行 比較慘 所以 黑旗這個飛應該是 問題的開始 那 黑旗如果飛二路應該是好一點 飛的話 如果白旗想要靠一下 那黑旗有頂段的旗 那如果白旗靠不太下來的話 可能這附近飛一飛 就先安定好自己 或者這邊尖 下一步有個搬過來 擠完搬過來的旗 所以也可以考慮從這邊下手 那黑旗這個點出應該是小有問題 那再來這邊AI的建議是 黑旗還是應該尖這個 把腳上活掉 尖完中間先點一下做個便宜 然後再把腳上活掉 然後外面這邊留一些指令 這邊白旗也是用這個尖的旗型 所以這麼下 重點黑旗還是要活腳 實在這個斑連完 其實 腳上這個立下完 它這邊局部變成不活 如果立的話 如果點的話我可以立 然後 倒虎剛好擠進去 因為這邊是假眼嘛 所以立下沒有用 反而被擠死 所以 它實在這麼下的話 裡面變成活不了 是成問題 然後AI建議這個點出來 其實腳上也是棄掉了 點完衝 這樣腳上也是棄掉 所以它走到這邊就 很有問題了 當然我這邊是稍微放水一下 不然我這直接點進去 點完衝完 它這明顯就死了 這樣 棋局應該結束的比較快 然後搬的時候 它這邊爬又是 多浪費一手棋 明顯應該是單補就好了 應該是搬這個會比較好 單補回去就好了 因為 白旗如果說要破眼鏡來的話 它就不用像實安一樣 再花一手棋在這邊 它可以考慮拆右邊 那實安它爬的話 其實還是 等於這邊又多牽一手 走到這邊 白旗局勢就已經好非常多了 然後走到這邊 還是像我剛剛實安講的一樣 它這邊還是 必須得多補一手 那我實安是推薦這個 比較穩健 就煎回去 齊形眼位更扎實一點 那它AI給的圖是 走得比較舒展的齊形 飛到外面 那上面這邊應該基本上就當 棋子了 不太可能去救了 但重點還是要多補一手 這被我點過來不好受 然後這邊我也漏掉一個問題 我這邊挖打完之後 下一步我這邊 從這邊繼續貼 這是很有問題 因為我一直 我沒有注意到它這邊 有這樣一個齊形上的缺陷 就是 白旗如果往這邊搬的話 黑旗旗形有致命的缺陷了 搬完再挖的話 先說搬如果它敢斷的話 我從這邊衝過來 這樣它如果還是斷 我就直接打回去了 這樣打完它這邊 右邊等於被割下來 顯然不行 那如果它從這邊貼的話 我還是可以再挖 或者是 比較簡單一點 就是 衝完從這邊挖打回去 當然這樣好像不太好 我衝 我就單挖好了 單挖如果說它 雙藥師什麼的 那我再接住 提掉我再衝過來 等一下這樣不太對 這樣不太對 如果它走這邊的話 我就衝過來就好了 這樣它這邊不入氣 這樣不入氣 那它如果提掉 我就再把這 接回去 這樣等於它外面兩指 被白白割下來了 它裡面也是 只能委屈兩眼作火 所以它這邊有被挖完 搬完挖進去 這樣一個致命的問題 那它這邊如果是接這裡 那我當然就接回來 右邊被割開來了 我實在是沒有注意到 它這邊有七星問題 搬的時候其實AI建議我是 就補回去 我實在是下的比較兇 我從這邊斷上來 然後它這邊應該可以 考慮搬過來 搬過來 我如果說去叫吃掉這個 再補的話 它這邊可以門封 門封 這邊是跑不掉了 這應該很明顯 那我如果說從這邊打吃的話 它這邊就不用 它這邊就沒有先手藏到一顆 但是它可以從這邊跑出來 這樣的話我其實戰鬥起來也挺累的 白騎是比較薄 譬如說它這邊拐彎搬一下 然後中間再接住 或者說這邊藏 基本上還是能藏到 像中間我又白白製造一塊固騎 所以這騎要是不要搬到 我可能不太好 我這邊下的不太好 我這邊下的很有問題 我這邊沒有必要斷這個 所以我其實 其實我戰鬥當中也是有浮現出問題的 只是它沒有掌握到 那這邊有沒有走到正確的位置 就差蠻多了 這邊它又搬到的話 這整條大龍被它安定掉 其實 我可能不見得有那麼好 看勝率也知道吧 十幾%而已 那我如果打過來就像剛剛講的 它這邊溜出來 其實白騎應該是挺不好受的 這樣子白騎應該是不好 所以這邊它比較可惜 沒把握到機會 然後右邊這時候 它應該去頂一個 頂一個中間這邊是有一隻眼 然後 右邊這邊也有後手一眼嘛 因為它擠這個是先手 然後再靠完立下 這樣它其實 這邊就有後手一眼嘛 那我如果說還想要繼續攻的話 可能要破眼什麼 但是它從這附近其實 也有一些可以出頭的東西 包括說 這邊貼 這邊靠吧 這邊靠 其實白騎如果想要強殺 還是蠻有難度的 那到時候就看我要不要考慮強殺 也比較不一定 也比較不一定 那AI給的建議是 白騎就不強殺 就慢慢下 當然我可能還是會去弄它 就這邊破眼過來 就看它有沒有辦法處理好了 這附近走應該是有點東西 或者說點完貼什麼的 看不清了 這就比較看不清 實在從這邊弄手 但是後來它要抓我這塊 應該是很不好抓了 那我這邊也有小問題 我可能接住會好一點 這樣它斷了之後我可以長 它如果板這個 喔不過這我增值是不利是不是 我增值是不利 我增值是不利 喔那就沒什麼 喔那時候好像有點看錯是不是 喔我誤以為增值是有利 那可能就沒差 我實在接這個也行 反正這 其實 要活不難 這塊要活不難 它這個斷應該有問題 有點送過眼位 但是它有沒有斷其實 應該都不好抓了 不好抓了 那當然後來就是沒攻到 走到這邊大概也 攻不太到了 那後來這邊被我反吃 那整塊棋是活不了 因為中間後手一眼嘛 那右邊後手一眼 所以 就活不了 好那這盤棋跟大家看到這邊 最後非常感謝大家的收看